大家好 我是老蕭 兩年前老蕭的代步車就是GLK300 在之前的影片老蕭也有說過 這是一台會讓人非常懷念的車子 而預計在今年的7月份 老蕭也準備再購買一台GLK350 作為我的代步車 為什麼呢 老蕭說給各位聽 外匯雙B車要怎麼樣買才會有保障 其實要注意的點非常的多 當你的車子出問題的時候 你要找得到人來幫你負責 我喜歡它的第一點就是它的造型 非常的有型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造型 當年它是以G-Car為範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整個車身線條 非常的清晰 粗曠 非常的好看 跟時下的一些休旅車圓滑造型 完全不一樣 具有獨特性 再來它就是結合當年 賓士最新的科技 Presafe系統 Presafe系統基本上呢 在當年喔 是在E-Class以上的等級 才會擁有的 可是GLK居然已經有了 當你的車輛即將要撞擊的時候 第一個你會聽到它的警示聲音 第二個呢 它的椅背就會調整 然後安全帶拉緊 車窗全部關上 當撞擊之後 你的車子會自動的斷電 你的車門會自動的打開 這個就是Presafe系統 再來你看它頭枕的地方喔 它有安全氣囊喔 當我們被撞擊的時候喔 你的頭可能會有甩邊的效應 會忽然的往後 這時候頸椎很容易受傷 所以它的頭枕的部分 也有安全氣囊 它的這套系統真的是太棒了 第二個呢 GLK350 它是非常實用的車子 你看喔 它這個高度 對於老人家要上下車是非常方便的 那這位呢 是泡芙爸爸 對 然後泡芙爸爸呢 它的膝蓋喔 因為有開過刀 有鑽人工關節喔 對 所以說走路是比較不方便的 那如果我們坐一般的轎車 可能會不好上車 那GLK呢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那我們請泡芙爸爸 我的耶穌大人 來上車一下 那邊慢慢來 慢慢來 爸爸有比較好上車嗎 有 真的很有 有 真的有比較好上車 對 好像不必 我自己就可以上下 ok 所以這樣的高度呢 是非常適合老人家或小朋友的 而且它後箱的空間呢 對於老蕭來講是非常實用的 因為在兩個月後呢 就有一個新生命 即將要來到我們家 它的預產期在兩個月後 喔不是啦 是我們有一隻羅威奈 要來到老蕭的家 剛好我要出去玩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載在這邊 對不對 假設它是羅威奈 它就可以在這邊了 然後這個後面這一個呢 可以拿掉 然後這邊可以有藍霧網 所以這個空間非常的實用 像這台車它是2014年的GLK 它的里程5萬多公里 我們現在要回轉 你仔細聽聲音 有沒有發覺它的底盤是非常安靜的 而且車體也沒有嘰嘰嘰的聲音 其實外匯車它也是中古車啊 它從哪個國家進來呢 就會相關到它的前車主的使用狀況 像GLK350這款車 老蕭就非常喜歡從日本來的 為什麼 因為日本來的呢 它的底盤通常保持的狀況都會相當的好 因為日本的道路非常的平坦 而且日本人它的用車習慣也是相當的好的 所以我們剛剛在做回轉的時候 它的底盤就跟新的一樣 非常的棒 而且像日歸外匯車的GLK350啊 它是306匹的馬力以及 37公斤米的扭力 所以說開起來是非常輕鬆的 它有非常非常多實用的配備 第一個我覺得最實用的就是它有23P 天啊 2014年它已經有23P了 它這套23P呢它包含了盲點偵測 所以在我們後視鏡的下方都會有個小三角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前面有車 然後我的螢幕上面已經顯示前面有車了 我們現在來做個跟車 我現在時速把它設定好了以後 有沒有發覺 它就一直跟著前面的車子 那我把它拉近一點 它可以拉近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拉遠一點 像我現在就拉到最遠了 那它還有什麼配備呢 它還有智慧頭燈 這個配備真的是太好用了 因為我們在開高速公路的時候 你只要把它用AUTO自動的方式 基本上你的前方一定是最明亮的 而且不會刺傷前車或者是對向來車駕駛的眼睛 日圍外圍的GOK350呢它有環境喔 它的環境不是說我在倒車的時候它會出現 其實呢我們這邊有個按鍵System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呢 這邊有個360度你去按它 即使你在行駛中它也會有360度的環境 所以說如果我們開在比較小的道路的時候 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們兩旁的狀況 它還有一個很棒的配備 就是自動停車的功能 其實呢在我們時速低於30以後呢 你看它這邊有個藍色的框框有沒有 有個P 然後呢它只要顯示有個箭頭 喔看到了 這就是說它找到車位了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只要打倒彈 它就會問你要不要自動停車你打OK 這個時候呢你就是控制煞車 你看喔它現在就是自己開了 哇太神奇了 像我們的小編 我們的美美女會不會停車會路邊停車 不會對不對 喔還沒駕駟來齁 如果有駕駟的時候 女生有時候路邊停車技術沒有很好對不對 它自己會停 很好對不對 很好對不對 你看 太棒了 好不好停的多正 哇停的比你還好 OK 這個時候就完成啦 太棒了 很方便 第三點 這台車真的非常的好玩 大家可以看到老蕭身後 是個大草原對不對 沒錯 我們就要來做 Offroad 好吧 其實呢 國內你真的會去做Offroad的場地 真的不多啦 而且會去做Offroad的 這個車友好像也很少啦 但是我們會去賞雪喔 GLK這台車它是4MEDIC的 四輪傳動 所以呢 即使在雪地的濕滑場地 它的動態穩定還是相當的好 當年總代理呢 它的GLK型號是GLK300 但是它也是3500cc的 但是它的馬力呢 是比較小的 它只有252匹 扭力是34公斤米 我們把日規還有 總代理它的馬力扭力 我們把它寫在旁邊喔 讓它展現出來一下 如果以當年的空車價 就什麼配備都沒有 要286萬 如果呢 你還要選智慧頭燈 你還要選自動停車 你還要選環景 然後甚至你選不到的23匹 你這樣選一選呢 基本上它的車價也要300萬以上 現在這輛2014年的日規外匯 GLK350 只要140 出頭萬就可以擁有了 喜歡嗎 趕快來跟老蕭當車友 有很多的朋友問老蕭說 外匯雙B車要怎麼樣買 才會有保障 你一定要找有店面的商家 為什麼 當你的車子出問題的時候 你要找得到人來幫你負責 七年內的外匯雙B車 可以保保固險 而這個保固險呢 是用這家的牌去保 不是跟別人借的喔 那如果你的車有保固險的話 當你的車子需要維修的時候 是免費的 如果你能夠掌握到這兩點 基本上你買車就可以避免掉 非常多的風險 買車也比較有保障 購買車也比較有保障 買車